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3年8月14号周一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热浪来袭 本周户外活动暂停一周 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由爱护我们的社区的孩子们组织的 西北温乒乓球友谊邀请赛 将在本周六举办 喜欢乒乓球活动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西北温各群的通知 欢迎到西北温乒乓球群 讨论和报名比赛相关事宜 看看今天BC省哪个城市会率先突破40度呢 医生 专家 各级市政 省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都出来提醒 一个强大的高压级 带着热浪抵达温哥华都会区 如果在房间里待不住 赶紧去社区中心 图书馆 室内游泳池等等 避免户外活动 包括西北温 本拿比 温哥华在内的都会区各个城市 降温中心全部开放 冷气大开 欢迎市民前去纳凉 专家表示 特别要关心独处长者 如果在没有空调的室内 室温达到26度 就有中风的风险 如果达到31度 各种健康风险将显著增加 随着热浪到来的 还有一个极其潮湿的空气团 也到达温哥华 人在室外的体感温度 可能高达37摄氏度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室外活动 或者在海边曝晒 溪流保育志愿者在北温林溪流域地区 挖掘池塘 供回油鲑鱼产卵 以及小鱼长大所需的生长环境 鲑鱼更喜欢在凉爽的水里生活 而且生存环境中有足够的虫子 供有于使用 志愿者在林木茂密的林溪溪水旁边 用原木挡住激流 用大石块组成近似天然的产卵孵化场地 而且在夏天气温升高的时候 小鱼们还可以自由地游入林溪 奔向大海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巨树科考队 走进林芝市波密县一共乡等地 顺利完成了藏南百目巨树群落的综合科考 按照活体高度计算 100米及巨树一科 及藏南百目一号 高度为101.2米 其次是藏南百目二号 活体高度为99.5米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赛特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